血糖波动 试试这几种降糖食物 效果立竿见影 许多人都在为血糖波动而捆扰 血糖控制是糖尿病治疗的重中之重 合理的饮食调整对于稳定血糖具有显著效果 以下是我根据多年经验分享的几种降糖食物 它们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的控制血糖波动 让效果立竿见影 一、燕麦、膳食纤维的天然宝库 燕麦富含膳食纤维 这是一种对糖尿病患者非常有利的营养素 膳食纤维可以减缓食物在肠道中的消化速度 从而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 此外,燕麦中的蒲聚糖能有效降低血糖和胆固醇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在早餐时可以选择燕麦粥 搭配一些坚果和新鲜水果既能提供丰富的营养 又能稳定血糖 二、豆类 优质植物蛋白的来源 豆类食物如绿豆、红豆、黑豆等 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 对降低血糖有很好的作用 豆类中的蛋白质可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可以将豆类煮粥或鱼米饭搭配 制成豆饭既能增加饱腹感 又能降低餐后血糖 三、绿叶蔬菜天然的降糖药 绿叶蔬菜如菠菜、芹菜、油麦菜等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它们是理想的降糖食物 绿叶蔬菜中的铭元素 对维持胰岛细胞功能至关重要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应保证每餐都有足够的绿叶蔬菜 可以清炒、凉拌或煮汤 尽量减少油盐的摄入 四、坚果、健康的脂肪来源 坚果如核桃、杏仁、腰果等 虽然热量较高 但它们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 对降低血糖有一定的帮助 坚果中的抗氧化物质 还能预防糖尿病病发症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可以将坚果作为零食 但要注意控制分量 每天一小把即可 五、血鱼 低脂高蛋白的选择 血鱼等深海鱼类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 对降低血糖和血脂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 鱼类中的三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可以将血鱼清蒸或煮汤 搭配一些蔬菜 制作成营养丰富的酱糖餐 六、苦瓜天然的胰岛素 苦瓜中的苦瓜灶肝具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 能有效降低血糖 此外 苦瓜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 对糖尿病患者有益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可以将苦瓜清炒或炖汤 但要注意不要放太多油盐 七、绿茶抗氧化降糖佳品 绿茶中的茶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帮助降低血糖 同时 绿茶对心血管健康也有益处 如何食用? 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饮用绿茶 但要注意不要空腹饮用 以免刺激未粘膜 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要遵循多样化 均衡化的原则 以上提到的降糖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但需要注意的是 降糖食物并非万能 它们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在调整饮食的同时 糖尿病患者还需定期监测血糖 遵循医生的建议和理用药 通过科学的饮食管理和生活方式调整 糖尿病患者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波动 享受健康生活 食物会直接影响血糖 对糖尿病病友来说 有些饮食吃太多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比如加重视力问题 神经损伤等 所以吃对至关重要 探断食物是不是有益于糖尿有两个简单的原则 一是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是对控制血糖有益 二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是够低 满足以上两点的食物就是对的食物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六种对控制血糖很有利的食物 一燕麦有助于减轻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就像是钥匙一样 能打开细胞 让葡萄糖进入到细胞里供细胞使用 而所谓胰岛素抵抗 就是细胞对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 打不开进入细胞的通道 胰岛素不能把血液中的葡萄糖送进细胞里 这些葡萄糖就留在血液中让血糖变高 所以减轻胰岛素抵抗 能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降低血糖 燕麦含有蒲聚糖 这是种对心脏也有益的可溶性纤维 且有研究发现 这种物质能够减轻胰岛素抵抗 另外燕麦中含有的粗纤维能减脉消化速度 不会让血糖激增 注意选粗燕麦 不要选粟食燕麦 加糖的燕麦 另外燕麦也是碳水化合物 虽然对控制血糖好 但是也要控制总量 可以选在早餐的时候 加三勺左右的燕麦即可 二 鲑鱼 富含有益心脏的三脂肪酸 糖尿病人患上心脏疾病的风险 比一般人又大得多 而三脂肪酸有益心脏健康 且三脂肪酸还有助于减少 与胰岛素抵抗相关的炎症 富之鱼中三就很多 推荐每周吃两次鲑鱼 除了三脂肪酸 鲑鱼中还富含其他重要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 烟酸和维生素D 三 杏仁 降低坏胆固醇水平 杏仁富含维生素E 生物素 鎂和黄素 纤维 铁 蛋白质和心等有益健康的营养物质 且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 更重要的是 杏仁中含有不饱和脂肪较多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坏胆固醇水平 提高好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这有助于降血汁 能帮助保护心脏 下午休息的时候 可以选几颗杏仁作为小零食 四 绿茶 富含抗氧化剂 绿茶中的茶多酚等抗氧化剂 能帮助调节葡萄糖 且能帮助保护血管 降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可以选择下午两点前喝茶 这样能避免绿茶中的咖啡因影响睡眠 因为每个人对茶的耐受度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喝茶后有心跳加快 影响睡眠等不适感 则不宜饮用 五 豆类 纤维素和植物蛋白的好来源 豆类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的纤维素 会让人更容易有饱腹感 减少进食的总量 且消化慢 不容易导致血糖激增 豆类富含植物蛋白 相较于动物蛋白更有利于健康 且生糖指数也较低 豆类能帮助避免血糖大幅度波动 是糖有的好选择 六 醋减缓糖吸收 2004年发表在Diabetes Care的一项研究发现 醋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其作用可能与糖尿病的常用药二甲双瓜类似 而2012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醋有助于减缓糖吸收 能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敏感性 这些研究认为 醋对帮助控制血糖是有作用的 糖有在做饭的时候 可以多用醋作为佐料或蘸料 少用盐 糖等调味料 不要跟风贴秋标 因为三浮天出汗多 消耗大 又常常食欲不振 不少人都会瘦一些 历秋后天气转凉 食欲也有所恢复 所以要趁时将夏天丢失的营养补回来 于是白切肉 红烧肉 以及肉馅饺子 炖鸡 炖鸭 红烧鱼等美食就搬上了餐桌 其实 糖有不要跟风贴秋标 饮食嘛 还是清淡 温润点好 过多吃油腻的肉 有引发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哦 你要这样做 想要身体健康 血糖稳定 你得遵从进步的基本原则 低糖 低脂 低胆固醇 低盐 低热量 高维生素 高膳食纤维和适量蛋白质 在膳食选择上 诺诺建议糖友们 可多以蔬菜作为补品 可多吃鱼 去皮的鸡肉 萝卜 黑白木耳 藕 莴苔 花菜 梨 枸杞 深色蔬菜等 小葱 超龙 余 盐